一片可乐不小心脱落 重重地飞在地面上 严重的旧药爆炸 一级警报瞬间响起 福布勒火速赶到了现场 然后把危险人物控制了起来 直接福布勒弯腰检查完可乐 急忙向上级汇报情况 完了 又一个克勒毛起了 这时 国务部长急忙赶来 在得知可乐冒气后 对石黄了 他急忙面临手下 让小儿子过得不错的人 全部火速撤离广岛 然后又派出了顶级的拆散专家 拿着行李枪赶到了现场 直接拿把其他两瓶可乐装箱转移 看着眼前冒气的可乐 拆弹专家都冒出了一口汗 当了20年的福布勒 这是他们遇到了最大的任务 他们连接上气压 保证拆弹过程中 时刻地关注着冒气的情况 每扭转一毫米 都随时有可能面临爆炸 看着不停冒气的可乐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此时的福布勒 已经紧张到了嗓子眼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另一边 国防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广道可能包不着了 此时 可乐的倾压已经到了极限 所有人都以为要完了 没想关键时刻 福布勒做了个可怕的行为 居然把可乐的瓶子给引了下来 得着危机被解除后 所有人都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可就在福布勒高兴时 一个恐怖分子冒了出来 并且不停地摇晃着手中的可乐 你们晚了 由于压力实在太大 其中一个分不能选择开枪自己 没有 离开枪自己 感谢 所有人都会给予进来 打开枪自己 宣传 经历 他们都会把我刺激